《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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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蔡老師講的故事應該很精彩 在您講故事前 我們剛才講到說是 哪一個國家比較保守 相對的我覺得台灣還滿保守的 為什麼呢 像我們不是在哪一個國家 有一個女孩子被她的先生 把鼻子割掉了嗎 有這麼一個 因為她好像 認為她怎麼樣就把她鼻子割掉了 滿漂亮的一個女孩子 鼻子被割掉 那我們在螢幕上打出來的時候 都打馬賽克 但是我這次到歐洲去 歐洲的百貨公司 她的大照片 好大大照片 就是沒有鼻子 然後她旁邊的其他的那個照片 都是那些其他國家 有很多受難的 她就是擺在百貨公司裡面 就大大方方擺在那裡 你看著好震撼 在震撼之旅 你就會對這種 她這種不好的行為 或者你有特別強烈的感覺 這我覺得其實 我們好像不用這麼保守 不過剛剛老師提到這個 這個歷史其實就是很好的一個 不同文化面對 就是說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就是說不同文化 怎麼樣去面對 面對相同一個事件 比方說被戈壁這些事件來講的話 那在台灣或是在亞洲 也許在亞洲不一定 那可能她會顧慮到這個 會讓孩子的心理受傷 或類似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寫心的畫面 可是在歐洲 她有一個自由主義的 可能有一個自由主義的一個傳統 那自由主義的傳統下面 她會有一個 就是說面對這樣的一個 顯靈靈的事件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證視它 而不是要去逃避它 所以其實可能在不同的 看怎麼樣考量 對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社會背景下面 看待同一件事件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角度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我們常常有那個 交通安全的一些宣導 我們看到的那個車禍 都是斷腿斷腳 血流滿地 都是這種影像 現在看到這樣 哇這麼可怕 走路都要小心 那現在那個車禍現場 什麼都給她打了馬賽克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我覺得 這可能每個人見仁見智 我不知道 如果說小朋友 她看到這種 很恐怖的這種交通事故 她可能走路真的會特別小心 以我小時候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可以 可以看得出來 所謂的影像的力量 對 那這樣的一個事件的發生 如果用文字去描述 用影像來描述 你沒有辦法描述 對 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那您剛才要講那個 對 就是剛剛上一集的時候 最後提到說 這次還有一部影片非常有趣 就是說 有一部影片 她雖然她的女朋友 她的影片製作者 她本身不是人類學家 可是因為她的女朋友 是人類學家 所以她的女朋友 在這個非洲做研究 柯麥隆 然後她為了追著她女朋友的腳步 然後就複唱複髓 然後從加拿大飛到這個 柯麥隆 然後跟她女朋友在一起 然後做研究 然後可是她女朋友做研究的過程裡面 她發現一個 她反而關照她自己自身的經驗 因為她是一個加拿大的猶太人 那她發現說 她的出發點可能以猶太人的出發點 對 可是她就是發現到說在柯麥隆的時候 當地的葬禮 為什麼葬禮的時候 當地就參與葬禮的人會這麼開心 手舞足蹈 然後跟在她自己回想到 她自己猶太人的葬禮的經驗裡面 那種嚴肅 那種凡文入節 她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所以她用這種方式就是說 她是一個意外的旅程 她跟著她的女朋友 可是她在這樣一個旅程裡面 她發現到 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麼不一樣的形式 她以葬禮來表 所以這部影片今天選進來 我們叫做死了都要嗨 對 所以這部影片其實是 我也是很推薦給觀眾朋友們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看這部影片 可以有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生死的 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有時候 很多人啊 比如說年紀大了一點 他就會覺得 我可能離這個世界上快要離開了 那種會有很多人會煩躁會憂鬱 但是假使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可能到另外一個世界或者是怎麼樣的想法 搞不好或者說我們脫離這些痛苦 這種感覺可能就不一樣了 我常常講 我說我以後如果那天我老了以後 有那麼一天我死掉了 我就跟我女兒講 我說你們不要給我挂那個碗鈴 那個錫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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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我唱的歌 擺我最漂亮的照片 我是不是很符合你們這個 所以就這樣子 可能人生就樂觀了 其實我覺得少數民族 在這一方面 是比我們這些 自稱文明的人 這一方面好像比較文明 其實說文明這個字其實是 自己講的 滿有 從現在的教程學角度來看 文明這個角度的話 其實我們講的所謂的文明 其實已經 已經不文明了 其實每一種人群的生活 都有他自己一套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那過去使用文明這個字呢 是比較會用 優勢民族 強勢民族的想法去 就是自己的感覺 用在少數人的身上 那台灣其實這個狀態就是說 台灣大家都知道 富爾摩莎知道 然後在漢人還沒有進來之前 他的族群非常豐富 甚至也有國際的人類學者 考古學家 還認為說是台灣是 世界南島語族的原鄉 就是說包含紐西蘭 整個南太平洋 然後一直到馬達加斯加拉島 這樣的一個南島語族 都很可能是 從台灣移民出去的 所以其實他很豐富這樣 是 我也很喜歡少數民族的 我就對台灣的原住民 我也有一種莫名其妙瘋狂的喜愛 那可能我覺得 可能就是 越原始 越 會回到讓人 回到一個人的一個本性 一個本質 就是看到那個最原始的東西 就會觸動他那種 最原始的一個人的一個本性 我相信 就會觸動你那塊真 真善美的那個真 可能就會特別的覺得 會感動人 當然尤其我們這些藝術家 可能這個特別容易感動 一般好像 不見得每個人都會被觸動 如果他外面那層膜包的比較厚 就不容易被感動 像我們這些藝術家 都是很容易被感動的 所以碰到那種很原始的東西 就會覺得這個世界還這麼美麗 是 我個人跟老師一樣的想法就是說 我一直覺得美這件事情是 支持人們活下去 然後開創生活 所以像老師這種畫家 我覺得對整個社會 整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 這樣子 我們都是啊 我們是靜態 動態的 那這一次 像我們這次的這些故事 你剛才講那個 男朋友還是先生陪著 男朋友還是男朋友 為愛走天涯 讓他有了另外一層的收穫 一層的認識 那可能他對他的女朋友 會更加的感情更加的 這個影片裡面就沒有交代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也許有的女孩子會覺得說 太緊迫定身了 也說不定這樣 如果他們真的感情好 他這樣緊迫的人 是會感動的 如果討人厭的話 你剛才講到這一方面 因為在相葬 婚禮 這方面可能每個民族 他的那個感覺就是不一樣 而且他的可能跟他生死觀念 真的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曾經講到那個天葬 對不對 天葬 那他也有他不一樣的這種想法 是 真的好環保 但是在我們來講 看起來還蠻可怕的 是 所以說 我覺得我們做這種 比如說你說做這種紀錄片 尤其站著一個人的關懷來講 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都是很有使命感的 很有使命感 我有時候看那個Discovery 或者是地理頻道 但是為了追追某一個議題 他會在那邊數十年 他的樂此不疲 是 我們這次有三部影片 是跟亞馬遜叢林有關 對亞馬遜 對亞馬遜 那其中一部影片 他是非常有趣 就是說 引起在美國人類學界 引起 或者甚至在美國一般大眾 都引起很大的回響 而且在爭論 那也就是1960年代 有一批美國和法國合作的人類學家 到亞馬遜去做研究 做研究當地的原住民 那可是當時去做研究的話 就產生很多小問題 那比方說帶著武器進去 讓給當地人 或者是說 帶著麻疹的那個病毒進去了 然後可是沒有辦法 就是去處理後面的結果 那甚至還有一些性騷擾的問題 那像這些很多問題 我們在一般的 他們這些人類學家 回來寫的那個書裡面 我們是看不到的 我們是看不到的 他不會把這些寫到底呢 對這個事情 然後2000年就是被另外一個記者 發覺出來寫成書了 所以在美國引起很大的震撼 然後就有一位巴西的導演 那這位導演他是叫 Jose Patella Jose Patella他是一個 拿到德國柏林展 那個金雄獎的導演 非常有名的近來 近期一個新銳導演 那他用很犀利的角度 呈現了亞馬遜原住民的看法 也呈現了當初在這些計畫裡面的 人類學家的看法 那也呈現另外一批 非常討厭這個 這批人類學家的看法 那這部片子叫 Secrets of the tribe 就是部落的秘密 那其實一般來講 他也是人類學家的秘密 那這是其中一部片子 那另外一部片子叫做 重返憂鬱的熱帶 那憂鬱的熱帶 是一本書 是一位很有名的 20世紀非常有名的 那他的文筆非常優美 那中文有出版 聯金出版社 那就有一位巴西人 他也是巴西人 可是他現在在法國 索邦大學教書 他就依照那個書裡面 李維石頭走過的路 他描寫過那樣一個環境 他回到當年李維石頭走過的路 走過那個空間 然後去把這段過程拍攝下來 那剛才老師提到說 甚至有人是歷經了很長期一段時間 不斷的在處理這方面議題 那這次有一部片叫 True Journal of Amazon 就是亞馬遜的孩子們 那這部影片呢 這是一個女性導演 她就是從年輕 她是一個攝影師 那她是那種靜態照片的攝影師 然後從年輕的拍了很多小朋友的照片 結果她一直很想念這些孩子們 所以十幾年後 她又回去了 然後中間發生了很多這種 她也知道 在這過程裡面發生很多這種 所謂雨林一直被 被資本家和政府 要掠奪 要破壞了 然後當地民眾怎麼樣適時去保衛他們的雨林 所以帶到這一片故事 然後後來就是 比方說Google公司 怎麼跟他們合作 跟當地原住民合作 把用現在的電腦科技 網路地圖 數位地圖 然後應用在亞馬遜雨林的保護上面 亞馬遜這個雨林 應該是說是地球的肺 它是一個調節空氣最重要的 而且現在聽說它也被破壞的蠻多的 所以要有這些我們這些真正關懷的人 去真正站在一個真正關懷 真正保護的立場 你不要說我去那邊取經 我在那邊弄些資料回來 而且在這個取經中間又破壞到人家 這是不應該的 而且我覺得我們在 比如說我們原住民 我們去訪問他們 我們不要去想要把 這個美國很想幹這種事 就是把自己的想法 就帶進去 你非要民主不肯 你非要怎麼 人家不民主 人家過得好好的 你幹嘛非要 要人家民主呢 對不對 民主有時民主完了 這個國家也完了 也有很多是這樣 當然我們在網上大膽這樣講 那就是說我們 不要用自己的那個立場 去主導別人的生活 所以說我們這樣子 我們去關懷 去真正的關懷他們 讓世人知道這個地方 這種民族 或是這個怎麼樣一個重要性 我覺得還是 是我們這些 這些不要說是文明人 這些地球人應該都要做的事 其實在人類學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我們叫文化眼鏡 就是說我們在看 看待其他人的社會的時候 其他的他者的時候 通常我們很容易就會戴著 自己的文化的眼鏡 自己的主觀 對 自己的文化眼鏡 然後去看待他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以前才會有所謂的 不尊敬的語詞出來 然後看不起其他的 像這次賽德克法來裡面 我們預告片也看到這個 怎麼 那個日本的將軍怎麼會說 你們怎麼會把他們當作戰士 就是說他們非常的看不起 就是他戴著自己的眼鏡去 去看待很多 很多其他人的生活 不一樣的民主 對 那這民主之影片 他的有一個很重要的 宗旨或他的 理想 他就是要把這樣的一個 文化眼鏡拿掉 那你要回到他那樣的一個 站在對方的立場 對 各個角度 就來 來這個 來關懷這件事情 對 而且然後回到 透過他者當作一個鏡子 一個鏡子 然後回到自己的生活裡面 來思考自己 這個是很多人類學 剛才我提到那個 死的都要嗨這部影片 死的都要嗨這部片 他其實就是很典型的 他就是那種文化震撼 他本身不是人類學家 可是他看到這樣一個情形 他很震撼 他回來思考他自己的 生命經驗裡面 猶太人的葬禮是怎麼樣做 對 猶太人都很沉悶的 透過猶太人的葬禮 跟柯麥爾的葬禮 他有一個 有一個 對話的機會 對話 我們 很高興 我們 我發現我們跟蔡老師講的內容 多麼豐富 而且我都好想去看這些電影 我們等一下 我們休息一會兒 讓蔡老師休息一下 我們再繼續聊 好嗎 謝謝 謝謝